歡迎收看每週日都有的東橋Vlog 我是鮑勃 我是瑋恩 我們現在來到東極Plaza要做什麼 我們要上去吃晚餐囉 要吃回轉壽司 中午下一集就要來到我們的菜 再等一等 壽司大餐上菜囉 超級豪華奢華的海膽壽司啦 海膽的心味 完全沒有那個罐頭海膽的心味 整個海味司法味 一吃進去啦 有一個絲綢般的口感 你知道 一般的海膽這個比較便宜一下 它吃起來比較新然後比較硬 它完全是絲絨一般然後 像那種雪糕冰淇淋在裡面化開 然後完全不辛苦 滿滿的海味 超級好吃 欸 吃完壽司啦 我們等一下去幹嘛 喝飲料 我們又來到曾經戰術過我們一集的 Amporio Armani 上次來講的 Jojo Armani 那去喝飲料之前我們現在在陰座晃晃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我們尷尬 那我們走學向著比較容易 好的 其實呢 每次的Vlog 都是由Bob精心設計的路線 對 不要以為我們是隨便亂走 其實都是有設計過的 你以為我們走得很Casual很休閒這樣 其實 行程都是安排的 好那我們請問一下韋恩啊 銀座隊員來說是怎樣的感覺 銀座就是一個也是蠻時尚的購物天堂 然後再來就是 這邊晚上啊 在巷子裡有超多好吃的日本料理店 中小美極必喝到 整整晚茶 因為陸牆上不贊助我們 所以今天喝日出茶Time Go Time 買好了 今天不停的再乾杯 對 乾完壽司乾飲料 那我們銀座逛完啦 現在去日本新開的東京 Midtown Hibia 接下來的高架橋下 看起來非常非常道地的日式居酒屋 在兩旁喔 看起來就好想吃喔 一穿過後面的高架橋 馬上又到一個很時尚的區域喔 就到了東京 Midtown Hibia 什麼東西 哥吉拉 我們要帶大家上去看 最近發現的看夜景的私房景點 前往看夜景的高台中 那平常日的話這邊人真的還滿少的 對啊因為這邊是2018年新開幕的 所以還是有一點小秘境的感覺喔 我們將邊坐著邊享受 夏日在浪漫又悶熱的夜景吧 我是鮑伯 好 祝福安 大家下次見 掰掰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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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